火星在多种意义上来说是颗让人震惊的行星 与地球相比,除了在大小和质量上比较小之外 火星的其他地方基本上和地球几乎一样 大家好 现在火星的表面仍然是不能够呼吸 甚至也不能够种植的布毛之地 可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断定它一点有趣的地方都没有 事实反而是刚好相反 科学家们竟然在火星上不断地发现各种让人惊讶的现象 还没发现的各位,这里是Top10 今天我们打算为大家介绍几个类似的现象 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吧 10亿年前以上的沙丘 关于火星的地质史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知道的也只是个大概而已 比如说火星过去的大气要比现在的要厚得多 在这一点,现代的科学家们是有着绝对的自信 还有的是,火星上曾经存在过真正的水圈 包括海、河川、湖泊,还可能有大面积的海洋 然而,火星上的水圈到底是什么时候消失 变成了现在的姿态 具体是哪个时期,我们却还是不知道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在距今20亿年前到30亿年前左右完成 可是我们发现了某样东西 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见缺准确性 而且充满着矛盾的火星年表 那就是NASA的轨道探测器 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发现到的沙丘 虽然经历过严重的侵蚀 可是仍然是清晰可见的状态 这个沙丘被认为是大约在10亿年前左右形成的 当然在地球上是没有历史那么久的沙丘 可是在火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沙丘受到的侵蚀以及沙丘本身存在的事实 已经足以证明火星的大气的消失比我们预计的还要晚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 那就是沙丘中有部分是被大量火山灰埋起来了 也就是说这里在过去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沙丘的发现很有可能是解开火星上至今多个谜团的关键 因此我们是有必要更深入地调查这个沙丘 从而得知火星上的大气消失得更为准确的时期 甚至成为了解其背后原因的线索 铁弹 在2016年在著名的火星探测器耗奇号众多的发现之中 出现了一个迷之物体 该物体是金属材料 呈现圆形而且外表非常的光滑 当然有人一看到它就立刻说这颗蛋是人造物 有可能是外星人留在火星上的东西 然而事实上它却与外星人毫无关系 它只是一个经常都会出现的铁陨石而已 可是在地球上就从来没有发现过保存的那么完美的陨石 因为通常这样的陨石在通过大气层时都会剧烈地燃烧 但是正如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火星的大气十分稀薄 陨石可以保持原本的状态落下 相比起调查地球的陨石 调查火星的陨石的特征和构造 似乎对我们更有帮助 在几乎无损的状态下 经过了数百万年的火星上的陨石 包含了来自小行星带和太阳系内小天体群的物质 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标本呀 陈卷风 在欧洲太空机构的网站上 公开了最新捕捉到的火星南极高原和虎克撞击坑的影像 在这一带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湖非常有名 火星的南极冠上留下来的河川最后就是流入这个湖中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并不是河川的事情 影像上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南极高原混乱的地形上 蜿蜒曲折的蓝色线在地上交错着 那就是被称为陈卷风的旋风留下来的痕迹 这样的旋风由于温度急剧变化的关系 便会发生温暖的空气急速上升 而另一方面的冷空气会急速地下降 这样的现象在地球上虽然也会看到 在火星上遇到却有一种奇妙感 在无论密度和化学组成都与地球非常不同的火星大气种 与地球的大气却有相同的地方 这一点让人感到非常惊讶 如果没有了我们之前说了那么久的迷之变异的话 火星现在一定会像是地球的弟弟的姿态 在2018年 科学家们发表了当初为了调查火星南极而使用的雷达信号 在火星的地底发现了液态水续成的湖泊的报告 在那之后进行的调查 更加表明了该区域存在着多个同样的湖泊 因为火星的两极非常之寒冷 这样的发现让人有点意外 然而考虑到地球南极大陆的冰床下 也有液态水续成的湖存在 火星上也有类似的东西 也不奇怪吧 结论是 南极的湖也是被冰锁覆盖 与外面的世界相隔开来 而火星的地底湖中最惊人的地方 就是假如火星在过去曾经存在过生命 现今它们仍有可能继续存活在湖中 虽然存在着高度的多细胞生物的可能性似乎很低 发现类似是细菌的东西的可能性 还是十分之高的 熔岩流 现在火星上并没有活跃中的火山 可是科学家们在很久以前就注意到 固体化的熔岩流这种奇妙的构造的存在 作为行星研究学者之间的常识 在地质学的模型中 火星上由于没有地壳的变动 理应是不会发生熔岩流这种事情的 可是这个现象的出现却是完全地推翻了这个模型 到底是在哪里有爆发呢 然而科学家们还是成功地破解了这个熔岩流之谜 我们知道了它实际上和熔岩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它的构造是泥水而已 我们要知道火星上泥土的性质与地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低气压低温的环境之下 泥土不会变得干燥 而是直接被冰冻起来了 也就是说水分蒸发的时候把热力都带走了 有趣的是 同样的地质构造 古神星和其他的天体上就有存在的可能性 像是古神星等准行星和卫星上的地脉 是由含有大量的水和冰所组成的 当它们喷出到地面时 与泥水混合后 便会急速凝固成为泥土流 石之花 来到最后 我们希望能为今天的排行榜 做一个完美的压轴 不如来一朵由著名的火星探测器 好奇号近期发现的不可思议的花 来作为结尾吧 它长得跟化石十分相似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难道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 火星上曾经存在过生命的明确证据吗 很可惜 现实告诉我们并不是如此 它与生命并没有任何关系 它的构造显示 它是由在远古的时候 水中融化掉的矿物质所生成的 它原本应该是生长在岩石上 只是后来岩石受到侵蚀后分化 花自己却流了下来 火星上还有许多有趣的东西 都是由当大气和水圈还存在的时候 被侵蚀后流下来的 时间犹如停止了一样 无论是因侵蚀而产生的东西也好 因侵蚀而被破坏也好 火星上这一切的过程都已经停止了很久了 因此我们眼前的东西都是大约21年到31年前左右的遗物 所以其实它们都是比地球上的多细胞生物诞生的还要早 光是想象就已经让人感到时间的飞逝呢 当然火星上仍然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掘 很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似乎不太够 而我们这次的影片也快要结束了 实在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点赞我们的影片 最后也请别忘了在社交网站上和朋友分享 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们 你们想了解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观看人数和播放量都有上升的话 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上传更多的影片给大家 因为我们最重视的就是我们频道的观众的好奇心 有没有被满足到 那么我们又来到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